杀了人就想溜了 这也太不像个男人了吧 何方好汉 想路线不平拔刀相助是吧 在下只是想为死去的秀才讨个公道 你别看错地方了兄弟 大清朝万方国土没有移出地方 只能让你随便杀人 你刚才也没知道自在鲁鱼是吧 没知道 伤心 那你觉得秀才一头往楼上跳不就得了 这不关本公子的事 那关谁的事 这个秀才不是本公子杀的 是你杀的 庄公子 庄公子 俗话说 好汉一人做事一人当 看来你庄公子也是借着你父亲之名 胡假虎威 只是欺负欺负老百姓 动气真格的就变成这不行样了 你敢当劲辱骂本公子 我不但敢骂你 还敢杀他 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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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庄公子有胆 是吗 庄公子 杀他 敢不敢跟我去一趟两乡总督府 我怕吗 我能怕你吗 李大人那儿 你能说得上话吗 也不照照镜子看看 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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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家自己的愿 恐怕要你自己喊 你怕不怕 陆家不怕 好 一个女人 她连丈夫都让人给杀了 她还怕什么 糖果就在那里 你去敲 陆家要使劲就敲打她 今天即使你敲破了 也没人敢让你赔 好 陆家就使劲地敲她 他妈的 抬个死人 我真会去 大嫂 行了 里面听见吗 不行 她要是老夫呢 我还得撑 撑 惭愧 我最惭愧 我等欺臣而言不如一个服务 惟悟 来啊 带鸡骨人上堂 传鸡骨人上堂 传鸡骨人上堂 传你上堂 传我了 真传我了 真传我了 别怕 别怕 有我等给你作证 去吧 不怕 你不必进去 只管喊就行了 只喊就行了 喊吧 别怕 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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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寒了 传鸡骨人上堂 约我 真的不寒了 正是打我们各几个开心吧 放下 累死了 来啊 再传鸡骨人上堂 传鸡骨人上堂 传鸡骨人上堂 他娘子 传鸡骨人上堂 约我 大嫂 再鸡骨 还要鸡骨 鸡骨 鸡骨 这是谁 谁跟班老爷开我笑 来 把鸡骨的压上堂来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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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击鼓呀 谁击鼓呢 是他 是他 你击鼓 你告状 老爷传你进去 你不进 你喊什么 你击什么鼓呀 放了是不是 装师 是他让我击鼓 又不让奴家进去的 来着呢 我通通带进藏去 这位差大哥 李大人丢了件东西 被我捡到了 车来抚钱 原物送还 这李大人不出来迎接我 怎么要把我抓进去 什么东西 拿 在这呢 这什么东西 我替你们交给李大人 这李大人要是有赏了 我替你们拿出来 要是没赏的话 你们自个儿就回去 好好好 我们就在这等 你别再急鼓了 烦不烦你 老爷 您丢东西了 别人给你找回来了 我丢东西了 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我丢什么了 这不 在这呢 李大人 你怎么丢了金印 这可是杀头的事 放屁 谁跟你说这是丢的 这是让人偷的 知不知道 他没跑 我逮他去 我把他还回来 带他去 那是太子殿下来了 知不知道 两条总督李位 凑见太子殿下 凑见太子殿下 凑见太子殿下了 太子殿下 我一直心里担心你 怕你出事了 真苦了你李大人 抱歉 不敢不敢 太子殿下 里面请 里面请 请 太子殿下 为民做主 受民众一败 太子殿下 千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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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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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起来 你们都起来 这愧死红历了 都起来 红历此次奉皇上之命 微福难寻 就是为了替百姓出口气 民者是官府和朝廷的一时父母也 圣人云名为邦本 本故邦宁 也就是说 只有百姓才是国家的根本 只有民众爱国思想稳固了 国家才能够安宁 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 民如水可以在州亦可复州 可是这些简简单单的道理 有些当官的却致之脑后阳凤英伟 他把皇上放哪去了 今日 宗里亲眼目睹 浙江巡抚公子为了几条鲈鱼 竟将秀才 伤害致死 李大人是个亲政之官 朝廷的重臣 今天 弘历就请各位乡亲一起敬堂听审 看看李大人 公还是不公 好 好 太子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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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亲们 祭库唐区 祭库唐区 走 祭库唐区 炸 你们所说的可都是实情 事情就是这样 请李大人为民做主 请大人为民做主 还有儿童子冤英做证 就是这样的 好吧 都起来 站立一旁 谢今天大老爷 来 快到庄府去 把罪犯庄童给我递了过来 是 庄有公大人带死上堂 我没有 我没有杀人 我没有杀人 你们都看见 我没有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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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巡府庄有公 带逆子庄童上堂 听候总督大人按大清利律 重判 庄有公 你先站起来 不 下官 下官 要为受难的秀才 致歉 下官 要为受难的秀才 第二是先起来 谢大人 不 周同 本大人不训私情 所犯之罪当堂从事找来 爷 爷冤枉 不 我冤枉 我冤枉 你还不是我杀的 是我手下的人干的 周同 我冤枉 我没有杀人 周同 你抬起头来看看 抬起头 太子殿下 你是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饶命 饶了我 不动大刑 量你不周 来 给我大刑伺候 是 谢王 民女刘此乡 庄告庄图 叶庄告浙江巡府 庄有公 奴家之女 明花辣梅 在庄府做了三年的丫鬟 受了公子的强暴 身怀六甲 奴家告知庄有公大人 要庄家身为小妾 这事也就罢了 可庄大人不肯 只用了三十两银子 就打发了奴家 可拉美她 她不堪凌辱 昨日她 她上吊身亡 这事也行 她上吊身亡 这事也行 报仇独大人 和太子殿下 替夫人 和死去的女儿 是冤 冤枉 你胡说 胡说的 你胡说的 你胡说的 你叫她 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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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有公大人 可有此事 回大人的话 逆子强暴辣媒 庄有公知之 爹 你怎么这么说话 辣媒上吊身亡 庄有公不知之 逆子之罪 此有应得 爹 你害我爹 逆子之罪 且庄有公所宠 下官请求 承办我 请大人 动用大刑拷问逆子 过令昭公化压 大人 把庄童的手铐给取了 那位夫人 你先起来 站立一旁 谢大人 来 重责武士 大人 大人 不认我 大人 不认我 大人 不认我 大人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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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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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我 不认我 还不行吗 好 来 让她画鸭 这 画鸭 老爹 混蛋 混蛋 这一花就没面了 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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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大人饶命 我以后不敢了 不敢了还不行 大人 我以后不敢了 庄童未争吃鲁鱼 致秀才陈戎 当场死亡 且又强奸丫头腊眉 使其怀孕 后又赶出府门 使之蒙受耻辱 上吊身亡 庄童招供不惠 人正俱在 班府判罪犯庄童 为斩监后 压制死牢 死 为什么 你现在不斩 快逃 冤枉 李大人 我的秀才一会儿就死了 他为什么可以不死 这不是又冤枉了吗 大家说是不是这样 是 冤枉 战力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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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判处死刑 是要承造刑部审批的 我怎么能随便判人死刑呢 那就应判斩力决 承报刑部 大人判了斩监后 今天就是中秋 送到刑部 一来一去 就过了今年的秋季了 那就等于明年秋季 我这位老弟被庄童抛出楼外 坠地而死 而这个杀人犯 为什么还要让他活过一个春秋呢 是啊 为什么要别死 让他活呀 让他活 你们说是不是 对 就是 战力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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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力决